报价500块钱的活 干完收了300多块钱 就这个下水管 物业师傅 还有别的师傅 也跑来修了好几次 还是漏水 然后我上门一检查 是每个接口都在漏水 然后我今天呢 就尝试一下 给他整个管子 全部给他换掉 报价是报了500 就不知道好不好换 如果好换的话 就给客户便宜一点 我们就看看吧 一步一步的 看看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准备给他装盛水网 不给他装S网了 现在呢我们先用钢锯桥 给这个横管给他锯一下 他这个空间比较小 用角膜机切不了 用这个钢锯桥 锯这个管子 也锯了挺快 一下就锯掉了 看快到左了 好嘞 这个管子锯掉了 大家看看 看看 这个管子稍微摇一下 就下来了 像这个管子 他家这个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是下面一节管子 上面一节管子 不知道是不是焦煤大好 脱落了 看看 上面的这个三二的管子 是我从上面穿下来的 不过不行 还是漏水 然后我们从上面 给这个三二管子 给他抽掉 就不要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锯下来的这个肺管 这个管子呢 装修的时候 可能焦煤大好 每个关节 接口都在漏水 然后我们今天 就给他全部换成新的 然后现在呢 我们用餐筋子啊 给开发商预留的这个内管 五菱内管套管 用餐筋子给水 给他擦干净啊 因为这里面杂质一点 清理干净 不能有水 如果垃圾没清理干净 等一下重新焊接的话 就容易漏水 看看就是这个内壁啊 里面擦干净 然后呢 我们现在搞个沉水弯 然后再用尺子量一下 看需要留多少的管子 我们现在锯个15公分的管子啊 沉水弯就装这么高 师傅们觉得行不行 比划了半天 考虑了半天 还是锯15公分吧 为了确保给里面的垃圾 清理干净了 我们用餐筋子 给这个老管子的内壁 再多擦一下 好 擦干净以后 我们给餐筋子 给它拿掉啊 现在没有水了 非常干净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就锯了一个15公分的管子啊 这个管子是品牌的 我们标了一个记号 然后现在呢 给这个管子涂上浇水 我买的这个浇水 都是品牌的啊 我一般修东西都喜欢 用大牌子 有的师傅修东西 买材料就喜欢买便宜的 便宜的东西就便宜 没什么好处 好 我们给浇水多打一点 好 浇水打好了 我们直接给这个新的管子插到老的管子上 然后留下来的胶啊 用餐筋子 给它插一下啊 好 然后下一步呢 给这个沉水弯 这叫屁弯嘛 给它装在上面 比划一下啊 看看要留多少管子 我准备给这个地方 搞个90度弯头 下面再搞个90度弯头 这种接法呢 是我 看着人家接水管的方法学的 也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成功 看看师傅们有没有看懂 就是这个样子啊 长度的话 高度的话 等一下调 加管子 该加管子 加管子 我想了半天 就用我这个方案 挺好 然后呢 刚刚锯掉的这一个呢 我们需要给这个管子啊 给它延长一点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搞个直接 我们先用餐巾纸 给灰尘擦一下 然后呢 它这个地方有点水泥 我们用强子刀 给水泥刮一刮 如果不刮干净 直接等一下套不进去啊 稍微用强子刀 给它削一削 给水泥扎 给它削平了就行 然后呢 用记号笔 做个记号啊 然后呢 就给这个接头 抹上浇水了啊 多抹一点 然后我们给这个 武林之街 也涂上浇水啊 浇水涂好 给它直接 装到这个 接头上 用手拍一拍 拍到位就行了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需要给这个管子延长 然后我们找了一个新管子 也同样的 给它涂上浇水 然后给这个接头上 多涂一点浇水 啊 然后呢 给这个新管子 给它装在接头上啊 我也标好了记号 装到标记的位置 就刚刚好了啊 下面的横管装好了 我们需要给这个P弯 也给它装上去 我们先给这个P弯 盛这个管子上 给它取下来啊 这个P弯接头 刚刚没打交 是可以取下来的 然后我们给这个P弯 稍微比划一下 看看方向 这个P弯 刚刚没放好 掉到下面的盆子里面 有水 但是呢 我们需要给餐巾纸 给水擦干 然后给上面的管子呢 给它标号记号啊 然后这个P弯 就装到我刚刚标记的那个位置 方向一定要摆直了 不能歪了啊 好 确定好了 位置 方向 我们给这个 这个P弯 这个接口 这个地方 和下水管 这个树管 接口也打上浇啊 多抹一点浇水 好 浇抹好以后 我们给这个接口 这个地方 P弯 也涂上浇水 然后给这个P弯 装到下水管上啊 安装这个P弯 位置一定要摆正 别装歪了 装歪了 后面的棍桌就不好弄了 P弯装好了 我们需要给这个上面 这个管子 给它延长一点 这个管子呢 不能长出下面的管子 要上下一样长啊 我们稍微比划一下 千万别长了 长了呢 也没事 可以锯掉 但是我们尽量 做到一次性成功啊 我用这个管子 比划了半天 感觉长度差不多 然后我们现在 涂上浇水 给这个管子 给它焊上去 浇水多涂一点啊 如果涂少了 还容易漏水 但是我这个品牌的 漏水的几率 基本上很小 好 刚刚比划了半天 这个管子 还是有点长 没装到安装位置 不过也没事 等一下我们给它锯掉 我们先给这个呢 90度弯头 给它装在上面去 比划一下 然后呢 下面呢 也要搞个弯头 我装的成功的样子 大概师傅们就能看懂了吧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师傅们觉得这个下水管 这样改 行不行 好 上下管子 比的感觉差不多 就是上面的管子 长了一点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用脚膜机 给这个上面 长的管子 给它锯掉 一公分左右 锯的和下面的管子 一样长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还好 可以用脚膜机 如果用小钢锯 还遮不好锯 好 这个长的管子 就锯掉了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就给这个弯头 给它 比划好 给它做上去 好 给上下 弯头 都给它装到 接头上 然后用尺子量一下 这个中间的管子 多少 9公分 9.5公分 大概10公分的样子 锯个十公分的管子 给这个弯头 给它连接起来 好 现在这两个弯头 已经连接好了 我们是在下面弄的 没拍到照片 然后我们给这个标号记号 然后确定 这个安装位置 然后给它打上 叫水 给它连接上了 看看 做好的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这个 焊接的这个位置 再标号记号 现在就给这个弯头 给它焊接上了 最后一步 我这个方法呢 就是学 那个人家焊 那个自来水管 师傅学的 我觉得这样焊管子 还挺方便的 有的师傅肯定就说 你为什么不装个S1呢 因为它上下管子 不再一致 装S1 空间不够 另外 接头也不好接 我感觉这样 上下的接头一起接 还比较方便 还比较好 看看 现在我们给上下的接头 都涂上浇水 上面也给它涂上浇水 浇水多涂一点 这个是最后一步的 然后我们给这个 武林弯头 再涂一遍浇水 因为这个要保持一次性成功 浇水涂好了 然后我们给上下接头 给这个弯头 给它装上去 给它按紧 按到标记的地方 看 这个接头就接好了 师傅们觉得这个弯头接的怎么样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丑 我觉得还可以 觉得行的师傅 给汪师傅点个赞 这个管子也不需要什么好看 只要能下水 不漏水 不就很好吗 然后我们现在到楼上来 给客户家这个下水管 给它接上去 然后放个水试一下看看楼下的管子 漏不漏水才是关键 我们打开小房啊 好 现在让这个水龙头 不急的往水管里漏水 看看现在我们到下面来了 这个水管正在流水啊 管道里面都呼噜呼噜小啊 流水深 主要的是观察一下 这个管子里面漏水情况 如果有漏水情况 那要重新弄了 像我这样干的 应该不会有漏水 这个地方有个水滴 用手摸了一下 是浇水 没干的浇水啊 没问题 管子改的非常成功啊 师傅们 要是这个活是你们干 你们会是怎样改呢 啊 感谢你们的指点啊 我都想给我自己 点个大大的赞啊 哎 改的这么成功 我开心的很 好了 最后呢 这个就是锯下来的这个管子 我们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 这个活就干完了哦 拜拜拜拜